其实两点的时候除了月亮 基本上其他远处的地方都看不见 然后就近处的就是一个雪坡 随着太阳慢慢的升起 可能有一点余光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旁边全是悬崖 之前天黑的时候实际上是感觉不到的 因为都是黑的 但是有一点微光的时候 在第一台阶到第二台阶之间 基本上是红切的路段 然后左边是峭壁 然后右边就是悬崖 那个时候看着还是挺恐怖的 我当时的想法是 我上去了赶紧吧 我的科研工作任务要完成 科研这个攀登过程中 最大的挑战是我要做的项目 首先是设备不能开机的事情 所以我当时一路上 我和我向导 一是要多备一个设备 然后总共加起来我带了四台涨槽设备 另外就是充电宝 被两份充电宝 万一一个不行 那还得有一个 同时我就要确保它们的温度 我把所有的我想了办法都想完了 一是我把设备的散热的地方的全堵上了 就是胶布缠上了 二是戴上去的时候 我和我向导的这个衣服就像跟怀孕了一样 已经胀得连脚都看不起来 就是东西太多了 里面有设备有充电网 还有凝胶 所有都是在腰周围贴满了 然后戴上去 攀登无止境 它也是想要用这种实际的攀登 然后想要说科研可能也是无止境的 不具于挑战 然后也不被年龄束缚 就是我们的精神支柱 当你累的时候 然后你看王老师 他还在坚持 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去坚持呢 他能够在七十岁的年纪登上去 然后在体力几乎耗尽 然后又走下去 挺佩服的 包括我们很多人都想 我们七十岁在干什么 还有没有健康的身体 能不能正常地走路 王老师呢 有一颗不服输的心 他骨子里面觉得 我肯定能上去 当时王老师还给我灌迷红药说 不要太在意我 我们要成就年轻人 下来我就问他 突然就激动了 他就说连出必行啊 说过的话 后面我们都一个一个 把它给落实去实现 我觉得就是挑战自我吧 打破自己给自己设下的限制 还有就是努力去追寻 自己心中的目标吧 其实我觉得登峰者 不一定真的要局限在登山上面 或者说是做出重大成就的人上面 我觉得只要是在生活中努力打破极限 挑战自我 努力生活的人 其实我觉得都可以是自己的登峰者 每个人心中其实都有一座自己要判冬的路风 判登最高的山是为了不再惧怕生命当中更大的挑战 我世界最高峰都蹲下来了 那还有什么样的困难会打败我的 因为有形的山峰终究是有规律可循的 有很多的县城的一些准备的路线 准备的方法 在生活当中有很多的挑战 是你可能找不到可以参照的经验去解决的 需要自己去摸索 人生其实就是一场不断向上走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攀登故事背后的 能够激励我们前行的精神成员工程 感谢观看